說到半導體 說到晶圓製造 毫無疑問 我們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就是龍頭 不過 我們會說到台積電 也會說到它的競爭對手 一個是南韓的三星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的intel 但這兩大勁敵 難道現在都要向我們護國神山低頭了嗎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南韓的三星 他們史上第一次宣布 要和台積電一起合作開發 HBM 也就是高頻寬記憶體 而且這個產品預計 明年的第二季就會量產 主要是因為他們想要供應 客製化的晶片給他們的一些客戶 像是AI造福黃仁星所領導的NVIDIA 以及Google 那可能會有哪一些原因呢 主要一個原因可能是 現在的半導體製程越變越複雜 這個時候他們發現 真的需要台積電的技術 比如說 很多客戶都喜歡的是台積電所做的邏輯經歷 三星比不上 所以他們只好吸收台積電 免得失去了這些客戶的青睞 再來是 南韓還有另外一間很重要的HBM的廠商 叫做SK海力士 可是目前在市場上面 三星是源源落後的 這個時候呢 可能也是需要台積電幫忙他們一起追趕 而且我們看到 最近公布的一個統計數字 現在三星在全球代工的市場只有11% 可是台積電已經超過六成 來到61% 兩者之間可是差了50% 南韓的媒體就說了 關鍵在於 細緻裁這三個字 那我們再來看到另外一個競爭對手 Intel 最近就有外媒披露 他們自己有一個新的處理器 可是他們居然放棄使用自家製程 改由台積電來生產 不過這個時候呢 分析師 相當知名的分析師 陸行之 他就發文點出了 他要台積電飆上當 他們擔心台積電可能會因為現在AI的客戶重複的下單 所以就把明年的資本開支給拉高了 那他覺得這其實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 所以提醒台積電不要上當 不過講到台積電 我們自然也就會關心地人政治 而最近美中晶片站也確實再度升溫 美國商務部針對很多領域 包括量子電腦機組件 包括所謂的Goffet 包括半導體製程設備 全部都擴大對中國的管制 而且美國商務部這個消息溢出之後 美國的盟友 像是荷蘭 也跟著跟進 所以中國這邊呢 當然也會有所反應 像荷蘭呢 它是擴大 像是曝光機的出口管制 那頂級的企業 艾斯摩爾 他們在輸入中國的時候 就會受到影響 那中國商務部就說了 他們覺得這是美國在脅迫個別的國家 嚴重威脅到了全球半導體產業鏈 以及供應鏈的穩定 他還說這嚴重地損害了相關國家和企業的正當權益 所以中國這邊表達了嚴正抗議 那我們台灣呢 媒體們也去問了經濟部長郭志輝的看法 郭志輝怎麼說 他說 在這個世界上面有很多友好的國家 與我們台灣友好的國家 那我們不能獨立於他們的規範之外 所以他想台灣應該會跟進 那接下來台灣究竟是否會跟上美國的管制腳步 後續又會有什麼樣的最新發展 華視新聞也將持續帶您關注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